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令人很興奮 富裕人生 邀請您一同加入 飲料華爾街 大家好 歡迎再次收看飲料華爾街 那今天這個行情呢 一樣繼續大漲 漲了200多點 對不對 所以你看 這個已經要把今年的高點給過了 所以我在這裡 我跟各位說什麼 我在跟你解盤的時候 打到年限附近 我跟各位說什麼 不要過度恐慌 我跟你講台積電通常會從這邊開始上 每次碰到年限 每次快碰到年限 他就會起來 這一波是天時地利人和 這一波他漲的條件在哪裡 整個美國通膨降下來 然後呢 美國說 可能接下來呢 這個也沒有必要升息了嘛 對吧 然後新台幣的部分 你看 連續五天就把過去四個月的貶市 全部給他漲回來 代表什麼意思 外資錢在進來 那進來的情況之下 那你說台北股市的融資 有沒有過熱 目前的 融資來看的話 對不對 並沒有過熱嘛 有沒有現在多少 2317億嘛 2500以上你再考慮 有沒有短線過熱問題 現在還在慢慢加溫當中 所以我說股票 找到對的股票 堅持 做就對了 對不對 我想這一波 你可以看到 很多股票跟各位講的 3548的照例 今天新高價 多少 今天新高價是 223 來 各位 我說目標價高到下10人 沒有錯吧 跟你講的時候才100塊出頭 現在200多塊 這不要一倍多啦 他背後所代表是什麼 代表是市場資金 他在 去轉換 明年 產品需求會出來的產業族群 他在買未來的東西 所以投資喔 買未來很重要 你要掌握到未來有機會大爆發的東西 對不對 我跟你講的迅捷 有沒有 我跟你講看到安國在漲 你看安國監還在漲 8054安國監又創新高 關完緊閉之後他繼續漲 對不對 所以我當時跟各位講 623的迅捷 這裡跟你講 我說小心接下來要開始噴了 很多人也不相信 對不對 你看財報很爛 做這個鍵盤 鍵盤IC的 對不對 沒賺什麼錢 股價還那麼貴 但至少人家還是賺錢的嘛 你看到這個 財報跟他的股價你買不下去 你會覺得貴 但是我講了 市場是漲化什麼 漲化他接下來會好轉嘛 對不對 明年 AIPC AIMB 這個需求量會很大 我這一波一直跟各位講 AI這個題材喔 就跟電動車一樣會走10年 他會走10年大行情 但 每一次漲的東西不一樣 電動車也走10年 題材也炒了10年嘛 AI未來會炒10年 一樣會炒10年 你跟我的生活未來裡面都離不開AI 不管你各行各業啦 你都會碰到AI有關的東西 一定的 所以這是很長線的題材 只是他每一次長的東西會不一樣 每個階段長不一樣 今年5月那一波上來長什麼 長伺服器嘛 對不對 廣達偽創 今天廣達偽創有談喔 對不對 但是你會發現 他談的那種 那種感覺喔 跟你這邊談的感覺 跟你這邊長的感覺不一樣 你今天全市場都在期待輝達財報 會特別驚人 對不對 理論上來講 一過去啦 過去那種氣氛來講 今天就要漲停板 微創今天就要漲停板 但他今天沒有 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 市場的資金在 轉 他在換一些東西 這個你要特別注意 他轉換一些東西 所以這個裡面你要掌握到說 接下來他換什麼 明年 大家會看好什麼 這是關鍵 那這一波我跟各位講 AIMB AIMPC 鍵盤他會受惠嘛 對不對 所以迅捷 跟各位講完之後也是連續噴出 後來呢 我跟各位說什麼 CDKY 電源管理IC 有沒有 我說獲利以為三級跳嘛 對不對 要點耐心喔 這股價有沒有上去了 你說啊老師啊這個 還沒開始賺錢啊對不對 這個今年感覺還沒賺什麼錢 股價為什麼會先漲 資金在買未來 你的資金可不可以買未來 這是關鍵 你的資金可以買到未來的東西的話 未來市場會很需要他的話 我想 你的資金就會漲大 當時跟各位講買未來的東西 照例 一倍多 對不對 現在很輕鬆嘛 你就是 放著他 讓他繼續漲大就好了 不用去管他 也沒什麼好分析的 目前整個價量型態 創高量還在說不好嗎 沒有爆量問題嘛 對不對 那代表還有機會在漲 那你就放著就好了 不要管他了 對不對 找什麼 找低檔要上來的嘛 CCQR不就上來了嗎 好 這都已經上來了這也不是我今天節目的重點 我今天要跟各位講是未來的東西是什麼 你現在你看很多AI 慢慢開始會有一些中端產品出現 這些中端產品出現的時候呢他一定會有帶動一些科技業上的零組件的需求 你可以看到微軟的股價為什麼創新高 英特爾最近也漲很兇 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他們在投資他們在佈局 明年 當整個伺服器 架得差不多的時候 後面我終端要怎麼做去把錢回收 那這個動作他就衍生出很大的 科技業的商機 這就會帶動到很多的股票會開始往上攻 所以你看今天盤面上 你說今天這盤面7分好不好 我覺得很好 今天雖然漲停的加速沒有像 昨天那麼多但是 今天我個人覺得說很多股票 這個 漲得算是蠻有內容的 你看像這個神機喔 神機最近也很強 這以前都不太會動的你會發現最近變標股 漲了3根漲停板 對不對 這也是什麼看好未來AI強固型電腦的運用 所以我講AI他現在絕對走什麼走終端運用 絕對走這個區塊 所以你要從這個裡面去找到未來 有機會的東西嘛 那現在來講的話AI PIN 對不對我跟各位講AI PIN 這東西已經問世了 現在美國也開始做 預購的動作 那明年我想 應該就會很 就會做一個 很大力的一個推廣喔 因為 這家公司叫Human Human的背後老闆是誰 Human的背後大股東就是微軟就是OpenAI 所以 AI PIN目前喔 他所用的東西 目前的都是用什麼 GPT4的一個架構 所以裡面的那些相關的資料他都是用微軟OpenAI 這些相關的 東西 所以我想這個就可以把他串起來 未來的這個東西喔 跟手機一樣 他會大力的普及 那 很多時候呢你要跟他對話你要他控制的話你要控制他都什麼你不用手動控制 他已經走路到什麼用語音控制 用講的就好了 用講的就好他就會去做執行 所以未來AI的世界裡面我跟各位講一定是 AI語音控制IC這需求量會大增 你記得那個鋼鐵人那個電影鋼鐵人電影的話你可以看到 他叫他助手出來他用講的嘛 幫我做這個東西做那個東西都講的 所以未來 講的東西喔 這個需求量一定會大增 你AI的裝置裡面 不管是未來AI手機 AIMB AIPC我想都會導入到這個元件 以後開機你可能也不用按按鈕雖然開機按按鈕很簡單啦 但你未來更簡單 幫我開機 他就開機了 那幫我上網 找一下什麼東西 對不對他就上網搜尋你不用這邊點然後打字 對吧所以這個都是什麼這個都是 未來會運用到很多的 升學控制IC 所以這一波的IC設計概念股喔我跟各位講聯發科在帶頭 聯發科你會發現到今天股價創新高 對不對 我10月3號跟各位講這個缺口 跳空缺口一出來後面走勢一定不一樣 這個絕對往800走嘛 現在都已經打到900多了 那現在93是什麼剛好碰到前面這個地方的壓力 所以他現在的速度可能不會那麼快 但一旦把這邊的這個賣壓消化完畢之後呢 他在攻的速度他會越來越快 因為賣壓已經不見 所以他在拉的時候呢 速度就會很快 所以聯發科在動的時候我講的相關的IC設計概念股 最近來講的話我覺得IC設計概念股行情很好 大家特別注意這個裡面都會有機會 子公司像達發啦這個最近也開始慢慢墊高上來有沒有注意到 也開始慢慢漲上來 然後呢 這個金星科啦好這個也開始慢慢漲上來對不對 所以這個裡面來講的還有很多好的股票 我們是可以注意的 那我跟各位講我們先注意什麼 就是什麼 就是跟 升學元件有關係嗎 因為未來AI世界我跟你講用講的就好了 一定是用講的就好了 因為機器已經很聰明了 你不用再去操作他 未來就是直接對話控制就好了 懂我意思嗎 所以這個我昨天跟各位講亮燈漲停 有沒有我想很多人也看得出來啦 6237的滑訊 對不對 這是滑訊 滑訊接著有沒有創新高價 有近期撥爛新高價嗎 是不是 那目前來講你從周期K線來看的話 這從很低檔上來 對不對 這很低檔上來 好 那另外一家呢我跟各位講是什麼就是這個吧 AI PIN的部分嘛 也是怎麼樣也是 語音晶片IC 開始資金慢慢做發動 今天雖然沒有大漲特漲但他今天的股價 一樣跟華遜差不多是創了近期 近期的一個新高價 近期新高價 今天我跟你講很多資金會回到老AI伺服器上比如說像技嘉廣達偉創 難免的資金會先回去一下因為大家期待嘛 期待這個回答財報 這個會數據會大於市場預估的3.39美元 那如果真的出來3.39美元的話呢他或許會漲 可是你這邊從來還是過亂的情況你一漲上來一堆人要開始賣 對不對一定會一堆人開始賣嘛 所以 當你沒有看到這種情況的時候資金會出來他會找什麼 一定去找未來 目前來講大家 還不是很看好的 但股價已經先行的東西嘛 他一定是這個邏輯嘛 對不對 你現在一定是長這種 現在低檔有帶量的 後面續團力他就很強 所以在整個語音控制IC的部分來講的話 華遜 持續看好之外呢 各位這家公司 這家公司 特別注意喔 因為他比華遜還賺錢 華遜現在吵的是一個題材而已嘛 他如果要炒題材他也可以炒 但他至好有獲利 所以我說這個東西你自己注意喔 未來這個東西他象徵的意義是什麼 是象徵的後面 整個AI的產品他要走向 語音控制化 這是一條 很明確的 產業趨勢 就像當時我跟各位講我說 照例的部分為什麼特別注意 我講了嘛第一個 折疊手機 手機市場的當時的狀況 情況是這樣子就是說 他是從谷底開始慢慢上來沒有錯但是 市場對他更大的期待什麼明年 整個折疊機 尤其在華為突破晶片禁令之後 他會大舉的推出他是華為的供應鏈嘛 這當時我跟各位講的嘛 然後到了後來呢市場慢慢的演化演化到什麼 明年AIPC AINB 這個需求會出來所以你 扯到NB的時候NB的軸承 全球大概七成喔 都他做的嘛 所以如果AINB會大好的話 他當然會受惠嘛 對不對因為軸承的部分就他嘛 所以他一張你看他一把3376的新日星 給他帶起來了 對不對 1582的性警這都軸承的 最近都被他帶起來 但我講的首選 有時候我們做股票最希望就是說做到那個領頭羊 這個族群裡面領頭羊 抱著他就好了 他就一路漲 其他的就是因為他的帶動嘛 對不對 那你主要的部隊要先建立好 他在漲的時候呢你還有閒錢買一下其他的次要部隊 這是無所謂 好 所以 你要掌握到什麼接下來最有機會的股票 這才是關鍵 好那 繞來繞去喔我跟各位講接下來一定是走語音控制IQ這個區塊 甚至呢AIPC裡面他的一個新的應用會在哪裡 這個都是你要注意的方向 那接下來呢我跟你講 還是圍繞到AIPC啦 AIPC裡面你最近看到的英特爾看到微軟他都投入嘛 對不對 這個 高通 最近跟微軟簽了一個協議 2024年之前呢 這個 按架構的 這個處理器喔 只有高通可以供應 那 微軟跟 輝達還有這個 超微的部分 也簽署了一個協議 接下來呢要推出按架構的 這個電腦晶片 所以這個裡面來看的話 他這一次所強調的是PC 所以PC未來會有很大的商機 你會覺得這是細氧產業 但是PC 細氧產業你加上了所謂的AI之後呢 感覺就不一樣了 包括你最近看到的6138的貿打很強 對貿打212 今天這股價還在攻 對不對 包括你看到645的CDKY 最近這股價很強 主要就是什麼 主要就是 相關的 AIPC所帶動 AINP所帶動 因為你每一台都要電源管理IC 我想這個 這個概念我很早之前就跟各位講 所以接下來你要思考什麼 什麼股票會有機會 這什麼股票會有機會 這檔目標價我跟你講 是我目前聽到 當下那個震驚度 不會輸給他 當時我拿到的時候 市長講的目標價 有人認定的目標價 我也覺得很誇張 所以我當時我跟各位講目標價高到嚇死了 對不對 對不對 那有沒有漲 後面有沒有漲 你自己看得很清楚 接下來呢 這一檔的目標價 我跟你講也會很誇張 因為我看他的這個獲利來看的話不錯 是真的不錯 所以 他是有條件 可以去撐到 未來那個 價格的東西 假設接下來整個AIPC的需求量大增 那我覺得他獲利上來看的話他是有機會去撐起這個價格 這感覺就像當時我跟各位講的照例一樣 照例當時為什麼說這目標價高到嚇死了 那我也預估明年折疊機會不錯 尤其如果蘋果也推折疊機的話 當然蘋果折疊機不會先從手機開始 他已經先從平板開始 所以說題材有 對不對 阿獲利又不錯 因為他第三季單季就賺了3.77 所以在這樣的刺激之下呢 這個目標價 你到後面會發現 越來越不誇張了 為什麼因為股價已經上來了 接下來呢 這一檔 好不好 會超級誇張 光這四個字就夠了 A I P C 就有的他漲 掃描加入就對了 你還沒掃的 趕快掃 好不好 這個行情喔 漲到現在我跟各位講維時不晚 我上個禮拜跟各位講你現在切入維時不晚 還有很多股票會漲 你現在才來的也維時不晚 趕快掃描加入就對了 相關好的股票訊息 在這個裡面我會 免費提供給你 但是你進來要讓我知道你進來了 打個招呼加1一下好不好 至少知道你進來了 那你就學這東西麻煩投資朋友沒有關係 打電話進來一樣 你打電話進來這樣股票 我一樣跟你講 到底是哪一檔 我跟你講 小心喔 這個目標價 高到嚇死人 現在我覺得剛剛開始起漲而已 剛剛開始起漲而已 明後天有任何的拉回 我跟你講都是好的機會 這檔目標價 會超級誇張 最近整個集團概念也開始動起來 你要特別注意 那為什麼你要特別注意 這一檔 很不錯的股票 給大家做個參考 好不好 直接掃描加入 或打電話進來 這一檔接下來 超級標股 直接 送給各位 謝謝 謝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相信从顶业开始 我们是一群共同追求股市决胜大师级的研究团队 从实战中克服人性并战胜主力 我们不断地超越自己 也协助您实践梦想 相信从顶业开始 我们希望复制一个又一个成功者的故事 而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个开始 相信我们的专业 相信自己 您就能找到成功的道路 相信专线 零二 85113366 85113366 顶业投顾 看全球财经台 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 您还可以这么做 网路影音平台YouTube 能上网就能看 而且免费 改变收视习惯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 分享成功的经验 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那一种满载而归的感觉 是令人很兴奋 富裕人生 邀请您一同加入 硬料 华尔街 欢迎再回到节目现场 各位这个行情 还有很多股票会涨 我们刚刚讲到AI 车用很多股票也有机会 我跟大家讲的大中控 慢慢看 慢慢长 我比较喜欢这一种 这种慢慢长 看完都有波段的感觉 当时这个也是慢慢长 对不对 长到很吓人 这个如果再长的话 就说他现在已经把前面高点给过了 那现在就是说 过高之后的甩轿洗盘 这如果再动的话 我当时我这天跟你讲的目标价 搞不好会到 要有点耐心 大中控 慢慢看 未来呢 在整个AI世代里面 大中控的那个投影技术 我这边也有看过 投影技术 就是说你的 汽车的车窗 都会变成投影萤幕 就可以直接打广告 你开车可以赚钱 你未来接单的模式就是 我开车出去玩 那我就车窗给人家打个广告嘛 对不对 这都可以赚钱 未来商机 我跟各位讲 大到吓死人 不要不相信 加帮 来你自己看 加帮慢慢涨慢慢涨 今天股价又过高了 今天最高价82.7 有没有 这边一路上来 这一场我10月初跟各位讲的股票 有没有 来谁数在哪 有没有继续涨 今天一档股票也上来了 这是我跟各位讲的金玉满堂好彩头 有没有 消费性产品大转机 我很早之前跟各位讲消费性产品要起来了 这一档会有超级大家差 哪一档标的 彩玉 各位没有对不起你了 慢慢看 这个要涨也很快 对不对跟我这话是一模一样 我想低档嘛 低根嘛洗洗会再上 低根嘛洗洗会再上 对不对 这个上去就往这边走了 他一定是往这边走 因为他台积电集团 相关的供应商 做什么感测器的嘛 对不对你未来的AI 要不要用到镜头一定要要要要用到镜头一定扯到什么感测器的部分 所以这个未来商机会很大 你现在要做什么未来会好转的 最近很强的 帽打 6415的 矽力KY 3548的 照例 这个都是什么 市场在买未来的东西 6237的华讯 买什么 市场未来展望好的东西 所以你现在要买 你不要买过去已经涨很多的 好不好现在很多低档要上来会有大波段 在这个里面 我会慢慢跟你讲 还没少的赶快少 好不好这一档目标价 我也会很夸张 不会输给这个啦 当初跟你讲你也不相信 对不对 现在看这两股票就对了 这个目标价 也会很夸张 你慢慢看 小心接下来会狂飙喷出 买就对了 好不好买就对了哪一档不用拆 扫描加入 就让你有 打电话进来 这两股票也送给你 就那么简单 两种方式都提供给大家 看你方便 好好把握这一档接下来 会有超级大波段的股票 来就对了 这一档 祝你大赚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谢谢 本公司與所推介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因獨立判斷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